在1997年的7月11号 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录制 就是在这里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我觉得快乐大本营的 这个名字很特别 很快速地就把大家聚拢到一块了 快乐家族其实就是一个 快乐的传递的使者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欢乐 用我们的方式分享出来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第一次站在 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的时候 我也是有畏惧 有尊敬 也会有不确定和害怕在里面 但是慢慢我熟悉了这个舞台 我熟悉了喜欢我的观众之后 我觉得我两个脚踩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的根基 就是跟我们的湖南广电 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的使者 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大本营十五周年庆典 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快乐大本营就是我们童年周六晚上 就可像过年一样 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然后嗑瓜子 然后就不会说太多话 但是对我来说 它不仅仅是童年 也不仅仅是梦想 就又是我一个家庭 然后还有我每次觉得难过 坚持不住 就是觉得孤独的时候 带给我的一种陪伴 在二十年的快乐大本营 陪你走过之后 我们期望还会有更多 陪伴您的快乐的时间 下一站是火 我之前把自己形容成乌龟 因为我不敢说话 总是往后去缩着 然后我害怕自己说话 让别人不喜欢 但是经历过在快门舞台上历练 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成长 就是我不仅敢说话 而且我想为自己进去 更多可以说话的机会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拿着话筒 能够有人愿意听我说话 是快门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之前觉得 我手上的话筒 就像是战士手上的那杆枪 我不能放下来 但是我现在想把 我手上的这个话筒 变成我自己的魔法棒 我希望把自己的成长 把自己的蜕变 把自己的快乐 带给所有人 所以我就希望以后的每一天 我都可以更努力地 把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传递给每一个人